韓國瑜願意扮演在野整合的角色 是不是在等他一個人 我會堅定我自己的步伐 面對這場總統選舉 環節所有的力量 一起贏得最後勝選 國市長怎麼看 柯辦現在玩兩手策略 要拉出油鍋 然後要邊緣化你 柯辦的規劃我不清楚 所以跟民眾黨有可能在 總統層級上有合作嗎 我會團結所有的力量 贏得勝選 主席現在韓國瑜就說了 願意當侯柯鍋的這個統括 但是需要您的授權 你會授權給他嗎 我要非常謝謝 包括韓國瑜市長在內 包括連戰前主席 柏公 馬田總統 王院長 洪秀州前主席 大家都在幫忙 大家都在協助 那我們是要靠大家 這個團隊一起來努力 每一位都很重要 那也謝謝韓市長 我們都是保持密切的聯繫 他跟侯市長也有密切的聯繫 在適當的時候 適當的時候 我相信韓市長也會 跟我們一起站在一起 在以大家一起努力的 這樣團隊的精神 來讓2024共同勝選 所以你覺得他幫忙整合是加分的嗎 因為你現在接下全國競選主委 我們每一位都是重要的角色 每一位都加分 都很重要 主席會覺得在就選這條路上忍辱負重嗎 這是修行 最近大家各種說法都有 不過我還是強調 不管所有的這些謠言 所有的惡意的重傷 都改變不了我的意志跟決心 就是希望政黨輪替台灣更好 只要我們能夠政黨輪替 能夠國會過半 我們總統贏 立委贏 這就是我最大的功德 我會持續的來努力 至於任何對我個人的指控跟造謠 我相信時間會證明一切 柯文哲玩兩手策略 就是要拉豬 然後有鍋 邊緣 侯有魚 是在醞釀系統的 偶有看到最新的劇本 這位編劇可以拿到金馬獎的入圍啦 11月說不定他可以入圍 這個編劇 新的劇情 但背後的導演應該是綠營的吧 那最重要的目的 我知道現在很多人都是想要破壞藍白河 破壞在野的整合 那這樣的目的 透過這樣的導演 這樣的編劇會不會達成呢 我覺得很難吧 因為這個很多都不是事實 很多都是編劇的內容 剛剛有跟韓國瑜聊過 因為就傳出說 他現在要當這個在野的統括 那剛剛請就解釋有講說 其實韓國瑜他不求任何的官位 他就只希望在野可以合作 那現在是不是要等待朱立倫的授權 等於說好像現在所有的問題 變成說朱立倫如果同意的話 韓國瑜就加入這個 火友宜跟在野的整合陣營 大家都要關心這個話題了 你找任何地方每天都問 能不能合啊 能不能合啊 對啦就是說不合大概很難選啦 很難選贏啦 但是合有合的困難度嘛 大家也知道 如果那麼容易早就談啦 當然韓國瑜也是個不錯的人選 如果他願意出來做個統括也蠻好的 那他要等朱立倫授權 一方面當然我想朱立倫是可以授權的啦 就是說 反正你去談談看嘛 那另外如果朱立倫不授權 我覺得韓國瑜還是可以談的 不一定要等朱立倫授權 授權當然就表示你有 有實質的代表性嘛 那不授權也沒有關係 就是以一個公正第三者的立場 來協調一下嘛 有時候反而比較有彈性 你一旦授權以後你反而變成沒有彈性了 你如果沒有授權 反正我就是老百姓 我就反正就隨便講嘛 然後還有什麼不同意見我們來溝通一下 有時候反而比較有彈性 所以我覺得都可以啦 朱立倫願意授權當然很好 那朱立倫願意授權我也不知道 朱立倫可能想說幹嘛授權給你 我自己去談就好了 那所以不知道朱立倫怎麼想 因為朱立倫的想法外人很難得知嘛 那我覺得都可以啦 有授權沒有授權 真的有心的話自己也都可以做一些事情了 那你覺得什麼時候是韓國瑜該出手的時候 他的實際點 呃 當然出手 要出手隨時都可以出手嘛 但是我覺得可能到了10月中下旬比較適合啦 因為大家都 侯友瑜馬上要到美國去嘛 是啊 然後 呃 所以侯友瑜一定想說 他能不能把民調衝上來嘛 那他現在就連續發表14個政策對不對 所以他一定想說會有一些結果嘛 所以你總要看 然後這個郭台銘也還沒開始連署嘛 是 所以等到到了10月中下旬大概有個眉目了 大概那個情勢也差不多底定了 那這個時候再來談也許 比較容易談 最重要的是這三個人啦 就是非綠的這三個人都必須要知道說不合沒有一個人當選得了 假如有個人覺得說不給你們合我也可以當選 他就不要給你們合了 但是如果不合就一個都當選不了 我在這邊看也是不合沒有一個人當選得了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也許大家就覺得有合的必要 但是現在還沒到那個時候嘛 所以大家還是衝吧 你現在叫他們合他們都覺得可能言之過早 其實我們問一下就有關於現在啊 就傳出說呢 韓國瑜是願意想要當這個再也整合的 就是統窟 那這個意思是不是要等到朱立倫授權 不是是他在詢問 他被回答相關的請求啊 詢問啊 希望他能夠站出來當統窟 這件事情的時候他回應 他覺得他當然有意願 也願意在必要的時候 歷史的時刻貢獻自己一己之意 那尤其他跟柯跟郭的確有一些淵源 是比較能講得上話 但是他必須有個前提 這兩個前提 一個是實際上有其必要 的確在這個時間點 大家都認為要這樣做 第二個時間很重要的要件是 那他是國民黨黨員 他必須要由國民黨加以授權 否則什麼談也談不成啊 尤其是黨主席朱立倫如果說 我舉個例子 比方說他現在萬一藍白河已經進行到一個階段 他自有節奏 他認為現在只要藍白河繼續往下走就好 那他當然不需要另外找一個委託出來的 其他人來進行這件事情 但如果一個沒有經過授權的機制 或其他人來做 就不可能成功 所以這個是前提要件 就是說大家想讓他出來做這個整合的工作 他有也希望在野整合好啊 也希望往更好的方向走 這個是一致的意見 但問題是要能夠符合 包括了這個三位候選人可能願意的選項 然後還有黨中央的授權 如果一旦沒有授權的話 那就不可能往下走啊 那你覺得韓國瑜出手的時機點應該是在什麼時候 我不覺得他時間點是什麼 就是這些藥金要構成 就比方說如果黨中央已經有自己的節奏跟看法 或者是跟回陣營這裡的他們自己想要的整合方式的話 那當然也就不需要其他人來插手啊 所以其實韓國瑜是義無反顧就是幫國民黨 只要國民黨需要 他當然是在野跟國民黨需要的時候 他當然要促成 假設除了國民黨之外 更多人的合作才能夠贏 那贏的解放不只在國民黨的時候 立促國民黨希望能夠完成跟其他 不同的影響力的政治政黨 或者是政治人物的合作 那會是一個大家努力的方向 但畢竟決定權還是在國民黨中央 必須要有黨主席來做出一個有歷史高度的責任的決定 市長在那天拒簽的時候講到說 希望得到朱主席的這個認同支持 那剛剛錢秋姐在節目上也有講說 就是是要有正當性 那會希望說朱主席能夠一個公開 或者是正式的來給韓市長一個授權嗎 基本上他不是主動要去爭取什麼位置 這個特別要提醒 他並不是主動要做什麼 而是如果黨中央有需要的話再來找他 如果變成好像是他逼著黨中央做決定 這個又不是他的意思了 他只是說被問到這樣的需求的時候 他認為也許大家需要可以扮演角色 但如果黨中央有更好的決定或選擇 當然就尊重 所以他不會說呼籲說黨中央要幹嘛 非要給他回應什麼 沒有沒有他也不會主動去做任何的串聯 或者是去黨中央要求求見 不會 他只是一個有需要的時刻 願意站出來挺身而出 不是要任何位置或角色的這樣子的需求 那你覺得現在國民黨需要他挺身而出嗎 我自己當然個人認為在歷史時刻 在野整合是唯一的選擇 那就也要看各個大人們的智慧 三隻小豬是要合作起來 還是要各自為政 這是一個歷史抉擇的時刻 他們必須要有自己智慧的選擇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